為在台南的醫學科技大學 遭到民眾投訴 由副教授代寫論文 還把這當成年入百萬的生意來做 結果欠錢不還還涉及感情糾紛 是學術蟑螂 民眾秀出了雙方的對話 教授把代寫論文視為年入百萬的生意 自裂行間透露了缺錢就可以來做 這位投訴的女子表示說 教授幫人代寫論文 廣告就打著三個月會有優秀論文 而且原本在論文輔導公司接CAS 後來用了兒子的名義 在外面又開一間代寫公司 過程中借錢不還 還涉及到感情糾紛 是學術蟑螂 學校老師被指控涉入感情糾紛 和借貸行為 校方發表聲明表示說 接獲了陳情檢舉之後 就啟動相關調查 依教師的言行不減 損害教育人員生育 即大過懲處 而該名老師自行申請退休 原本還想要當兼任教師 申請已經被駁回 至於指涉代寫論文 校方將配合相關單位來調查 這年副教授 學校的網站上看得到 證件洋洋灑灑50多項 參與的研究計畫 從勞委會 國科會 教育部等 大大小小 其中還有70多萬元經費的案子 受到正義的論文方面 還有期刊論文的發表 但是涉入了欠錢和感情糾紛 副教授的教學生涯確定終止 三地新聞 諸永田巨大 台南報導 接著